各位好啊 又到周末了 老补还是显祝各位朋友周末愉快 这一个来礼拜 我一直在跟新冠做斗争 没想到啊 国内这一开放 远在加拿大的我 也变成小羊羊了 其实这三年来啊 我有两次 一四啊 新冠阳兴 没骂说一四呢 因为我没测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冠阳兴 每次都是这嗓子还有鼻子啊 觉得不好受 有点发低伤 然后我赶紧就买知己 弄点祥笋还有酱 一块炖了 把那汤一喝挤一吃 我这病就好了 但这次啊 有点厉害 老母亲炖祥笋不劳管用的 过两天 没大没好 而且这提问是越来越高 我说我测测吧 好的一测 确认了 变成小羊羊了 有关我怎么跟那新冠做斗争的 回头啊 我单看一期视频 跟大家聊聊 今天啊 我借说跑船的那点事 上集说的是啊 哎 我们那船到上海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到上海 当年是1990年 下船以后呢 我们也没去多远地方 就在石榴铺那团 因为我们靠就是石榴铺那没码头 有上海朋友给我指账 说那石榴铺没有没码头 没码头啊 在石榴铺对过的 在江那边的 也有可能 因为当时我确实记着啊 我们坐都轮来着 上集我说了个事 就是上海那街边 小便池的事 我说的时候 我就知道得挨骂 果不其然 虽然很多上海朋友啊 特别是岁数大点的 都承认 当年上海确实是这样 但也有一些上海朋友啊 有点玻璃心了 说就算上海这街边小便池 也比全国其他地方强 全国其他地方 都马路上随便喇随便尿 一切就有点扯 中国哪个地方 马路上能随便喇随便尿 帮我去过中国这么多城市 我还真没见过 哪个地方能马路上 随便喇随便尿 都是成年人了 怎么那么玻璃心呢 再说这事有那么不堪 当年北方大部分都是汉厕 我小时去那公共厕所 游的那一进去 满地都是去 都趴忙了 那边边边边的地方 那不光有去 厕所里还净赖喇喇喇了 地阵那只 我们朱林建那只 小白头大营门 上这路上有一个公共厕所 一个大席棚子围着 里面没有壳啊 就是平地 平地上放两块转头 两块转头 中间那就是壳 你冻前去那上厕所去 你都不敢顿着 你得猫着个药 倔那辣 要不就得起码蹲到 得连共事了 因为底下那石啊 都冻成饼托子了 你要是顿一下 底下那扒扒劲啊 炸你屁股 不过啊 咱甭管是北方这汉厕 还是上海弄堂里那小便池 都是党年那个时代 确实发生过的 也没有必要否认 这有骂可值得否认的呢 不说了啊 不说这事了 咱继续接着上级说 上级啊 我们在石楼铺那块 一通溜 本来晚饭也是垫着在下边吃 没想到还没吃了 就打起来了 没骂呢 就因为开那啤酒瓶子盖 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要了几瓶啤酒 但是这酒上来以后呢 那啤酒瓶子盖没开 孙冬就喊服务员 喊了好几遍 才有一个小子 从里边啊 漫妙油出来了 这小子岁数也不大 我估计啊 跟我们应该变变大 上市穿一白工作服 戴一白帽子 就跟这姐姐的造型一样 标准的八十年代 国营饭店服务员的造型 这小子一看就溜里溜漆 头发还挺长 俩手揣在那裤豆子里 哗哼当当的就过来了 孙冬说 你这啤酒瓶子盖还没齐开了 我们怎么喝啊 这小子挺结果的 没说话 转身从那边那柜台那 拿了一把旗子过来 被呀让我们撞了 然后扭头走了 孙冬说 哎你给我们齐开啊 这小子回头看了一眼孙冬 告诉孙冬 自己齐 孙冬一听见了 激了 我们是顾客 到你这来吃饭了 还得我们自己起瓶子 这回那小子连头都没回 甩了一句上海话 虽然我们听不懂啊 但他说那憋散我们听懂 孙冬一听见了 牛熟啊 就把他跟前那瓶啤酒给炒起来了 冲着那小婶后就扎过去了 操你一骂 你骂谁了 他不是扎那小子啊 他扎的是地 那瓶啤酒啊 哭就碎了 给那小子吓了 咋就蹦起来了 然后扭头啊 他就跑后出去了 我们一看 我们也站起来了 这吃不了了 走吧 你想人家能让我们走吗 人家喳喳喳 从那厚厨里也出来四五个人 有举着馋子的 有拿炒菜那大炒烧的 还有拿着锅的 还有一拿大火筷子的 反正没有人拿菜到 我们这头一看 夸夸夸 把住上那几个屁股瓶子炒起来 我手筷 炒了俩 一手一个 老嘎的一看 屁股瓶子没了 把他坐着那椅子给举起来 当时那餐馆啊 就我们这一处 没有人 孙冬站那破壑大骂 只敢看那小子 你 你不牛逼吗 咱俩出去 出去咱俩蛋蹦的 那小子冲着他就卷解 估计没听懂那蛋蹦的骂意思 人那边那几个人 举着馋子烧骂的 冲着我们啊 一通上海话 我们虽然听不懂上海话啊 但是大概七能菜手来骂意思 他们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 说要给派所打电话 让警察来转我们了 孙冬那阵心气告急了啊 告诉人家 你别拿警察吓我啊 我那妈有理 我怕你 赶紧打啊 不打你我揍的 打去 我一听 孙冬这事票了 你再不对人 你没砸酒瓶子 你砸酒瓶子了 再说这人家门口子 你再有理 人家能向上理吗 再说你还没理啊 你那酒瓶子扔出去 你再有理也没理了 这事警察要是震来了 吃亏的肯定是我们 可是那阵认怂也不行了啊 首先孙总就不干了 孙总那阵已经票了 已经像愤怒冲昏了 头脑了 我一看这也不行啊 这时间一长 降在这哪行的 一会儿警察震来了 谁也走不了 我拿右手那酒瓶子 冲那几个人一职 我都别动啊 没你们事 别跟他瞎唱啊 寸天为胸懂吗 一会儿警察来了 你们谁也跑不了 然后我又一职 刚才那小子 我说你 你不牛逼吗 我们这五个人 你随便跳一个 咱出去比较去 拉牙叠岔 随你点 跳大合合 你妈跟你手拉手 走出去 说完了 我把俩酒瓶子 往座上一放 然后告诉孙宗他们 走出去 借力地址太小 咱出去跟他别过去 孙宗一听见了 走出去 低个酒瓶子 卡卡卡出去 餐馆那几个 一看我们出去了 也没敢拉我们 都触到门口这来了 站在门口那 触我们喊 你们别走啊 你们不许走 咱等警察来 你们甩碎一瓶啤酒 还没赔签了 你们别走 有本儿等警察来 孙宗一听见啊 手里不还一瓶啤酒了吗 啊刺 又飞过去了 那几个人一看他 一仰手 赶紧往门两边一闪 那啤酒瓶子啊 哭啊 又砸那饭管里 然后就垫着冲回去 我赶紧一马给他揪住 我信我借哪行去 这警察来了 肯定得把我们给嫩去 赶紧告班长 我班长你嫩住他啊 就说话这根功夫 我一看老尬的 也开始暴走了 冲着饭管那帮人 哎呦不在那跳脚骂 我感觉让旺总 把老尬嫩住了 然后我扭头 又问饭管那帮 我说你们也别废话 你就告我答不答 你要不答 我们可走了啊 饭管那几个人说 你们不能走 甩碎两瓶啤酒 你们得配 不配不能走 我们已经报警了啊 你们也走不了了 我说大爷要垫子走 你还整拦不住 要不然你就试试 甩牛头 告诉同学 走 在这顺总和那个 老尬的一听 人已经报警了 也冷静下来了啊 跟着我们也走了 走出一个借口 一拐弯 我回头一看 没有人跟上来 我说你马快跑 预指后事如何啊 咱下回粉节 今天那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您 使用 对